我們主持人講說 民進黨過去這些年做了什麼 我倒是想要來從 民進黨以後會做什麼來開始講起 那再跟大家講為什麼要讓 巧新 讓施剛 讓淑慧 進到立法院的重要性 我告訴大家 民進黨如果繼續執政 請問各位 第一件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有沒有可以告訴我 戰爭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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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戰爭 是人民最卑微的心聲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要站在這邊 羅志強站在這邊 徐巧信站在這邊 張施剛站在這邊 大家真的不要搞錯了 千萬不要搞錯了 這場選戰不是羅志強 徐巧信跟張施剛 我們三個人的選戰 這場選戰是誰的選戰 人民的選戰 是全民的選戰對不對 對 是在座所有的好朋友的選戰 因為這一次的選戰 我告訴大家真的是我們有這個民選總統以來 我跟大家保證是最重要的一場選戰 你相信 相信 這場選戰 你沒有好好選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還有沒有下一次選戰 你懂嗎 懂 我跟大家講 今天 因為我在馬總統身邊工作過 我在國民黨在總統府工作過 我看過以前的兩岸關係是什麼樣子 我看到今天的兩岸關係 心中那種悲痛 是很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 我們就從最近這幾件事情開始講起 你看看烏克蘭戰爭 你看看烏克蘭戰爭 現在要打到第二個冬天了 第二個冬天了 受苦的是誰 受苦的是人民啊 青年子弟上戰場 那個豪溝戰人家稱為所謂的角肉雞 你有沒有聽過 我曾經看過一個新聞 巴赫姆特打得最激烈的時候 年輕人在後面排著上戰場 上戰場平均生命 你知道是多久嗎 一個年輕人從後備隊走上戰場上 你知道活多久 知道嗎 平均四個小時 角肉雞啊 各位 你要讓台灣的子弟也上角肉雞嗎 不要 很多人講不一定啊 台灣不一定會發生戰爭 不一定會跟烏克蘭一樣啊 對 不一定 但是 我們連那個 一點點的一定都不要對不對 對 民進黨執政 兩岸兵兇戰爲 有一天 我們就可能變成 像烏克蘭一樣 什麼叫不一定啊 大家都忘了 我在看到 烏克蘭戰爭 我還印象很深刻 前一天 前一天是什麼 前一天烏克蘭政府還發聲明說 說俄羅斯會打到烏克蘭 是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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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天 俄羅斯都要打進烏克蘭了 烏克蘭還說這是什麼 假消息 民進黨也聽聽跟你講假消息之後都變真消息 還好我們有許小新專門揭露假消息了 打假女王是誰 各位 我們打假女王是誰 大聲一點 打假女王是誰 真的 巧新在這段時間 專門打民進黨這個假政府 真正的假消息中心就是民進黨政府對不對 我再講第二個 就是最近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你知道現在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已經死了八千人了 八千人了 其中有一半三四千人是孩童 我們都看在眼裡 我們有小孩 我們有父母 我們有親人 你想想看那些孩子們 今天死在炮火當中 你不會難過嗎 我看的非常難過 我還看到一個畫面 一個爸爸對這個小baby說 我們來練習一下 練習什麼呢 飛機來的時候 我們大家當作遊戲一樣歡呼 炸彈掉下來的時候 我們當作所謂的遊戲一樣歡呼 你要你的孩子這樣嗎 不要 你要用這種方式來安慰你的孩子嗎 不要 兩岸 我在總統府的時候 那時候 兩岸 人家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什麼 人 現在兩岸關係在民進黨仇中的煽動之下 現在 很多的大陸的朋友 有些大陸朋友 講到兩岸關係 講到台灣 有些人就直接喊打了 還好馬總統前陣子到大陸訪問 真的我就有遇到台商來告訴我說 請你幫我謝謝馬總統 你不知道這幾年我們在那邊多痛苦 馬總統去了以後 讓大陸的朋友看到 台灣 還是有一群善良的 希望兩岸和平的 能夠真心來促成兩岸交流的人在 所以 以前我們在講海峽中線 對不對 對 現在有海峽中線嗎 沒有 我們國防白皮書直接跟你講 我們將來的戰爭的重點叫做 眾生作戰 什麼叫眾生作戰各位 就是成政戰 就是成政戰 對啊 哪有眾生啊 以前馬政府說還有眾生 叫海峽中線喔 對不對 現在有海峽中線嗎 沒有 現在直接逼到24 林街區的海裡 林街區啦 24海裡啦 24海裡 飛機一分鐘就飛過來了 你知道嗎 還有眾生嗎 沒有 那眾生是誰 各位 就是各位 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就是眾生 你知道我們的身體就是眾生 這是為什麼 有些外國的政客 說要讓台灣人每個人發一把AK-47的緣故 為什麼 為什麼 要上戰場啊 人人人都要上戰場 國防白皮書裡面直接寫喔 將來主力就是包括我們的後備隊跟義務役喔 但現在民進黨否認啦 說義務役不用上戰場 你相信嗎 不相信 他們不用上戰場啦 總統總統的身邊的幕僚有一種叫白色的逃跑小卡片 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叫白色逃跑小卡片 戰爭來這群第一個怎麼樣 第一個優先安排落跑 我跟大家講這個是真的有 為什麼 因為你也不能說不對 因為他的邏輯是總統的核心幕僚不能先被滅掉 對不對 所以要先保護好 你有 你有逃跑小卡片嗎 各位 誰有舉手給我看 沒有啊 你跑不掉啊 所以這場選戰 是一場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這場選戰也是台灣能不能民主的繼續的選擇 巧心施鋼贖惠 你看巧心啊 然後潛見國照對不對 你看巧心站出來 我跟大家講真的 現在民進黨被巧心嚇到了 被巧心嚇到了 本來是想要用潛見國照來抹紅國民黨對不對 結果巧心一天公布一段錄音帶 本來你知道郭喜本來是民進黨的民主英雄 你知道嗎 對第一天說民進黨都 哇全部貼在郭喜後面 跟著郭喜喊殺喊打耶 連上十一個節目好猛喔 我都沒有連上十一個節目過 太厲害了 各位有連上十一個節目過嗎 沒有啊 民進黨的民主英雄耶 他大概風光兩天而已吧 兩天後 我們許巧心的錄音帶出來 他就怎麼樣 夾著尾巴就跑了 民進黨全部都歸縮了 不敢再叫他民主英雄 不敢在他面前在講什麼了 這就是巧心的戰力啊 那我再跟大家講 今天民進黨網軍肆虐 你有沒有看到 有 真的喔 一天到晚出生人家 到處出生人家 網軍一出寸草不生有沒有聽過 有 但是抱歉 這邊就一個活生生的鐵板在這裡啦 網軍碰到誰就踢鐵板 許巧心 碰到誰就踢鐵板 許巧心 就是巧心啊 巧心的個性真的是讓人敬佩啦 對不對 生死看待不服就幹對不對 我們的巧心祕歡 來啊來啊我怕你對不對 來一個打一個來十個打十個 通通打回去 所以面對過去發現 民進黨面對他的綠媒網軍 滔滔洶洶的網軍跟綠媒 真的我們在野陣營 就只能靠像有戰力的巧心 還有施鋼淑慧 只能靠我們啊 欸各位請問你 許巧心你是哪家電視台的老闆 沒有 沒有啊對不對 張施鋼你是哪家電視台老闆 不是都不是 尤俗慧你家裡有開幾家電視台 我家只有一台電視台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靠的是什麼 就是不服輸的戰鬥力對不對 就是不怕他們出征的勇氣 我們說真的我們有什麼 就是有各位啊不是嗎 有各位當我們的後盾 讓我們勇敢 讓我們可以站在最前線監督 所以我剛剛講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台灣的民主不能再繼續崩壞 民進黨我跟大家講 當選以後 我跟你講民進黨保證第一件事 數位中介法一定過 你相信不相信 為什麼 我告訴你 對啊 我跟大家講 都是許巧心害的啦 真的 還留個網路讓他講話 我民進黨還要活嗎 民進黨綠媒網軍都他家的 政府資源如山如海 結果還是遇到鐵板啊 要拆鐵板就幹嘛呢 網路輿論都管你 不是嗎 兜風沙 限流啊 我們都被限流的很嚴重啊 對 我最近真的是很苦惱 臉雖眼算法 搞得我實在是雞毛鴨血的 但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團結站在這邊 我們勇敢發聲 就會得到大家的共鳴 還有一件事是今天的新聞啊 你知道 接下來選舉 我做個示範動作 請問這位我們是信義區的民眾對不對 請問你這個信義區 你要支持哪位來當立法委員 支持許曉鑫 抓去關 你知道為什麼嗎 罰兩百萬沒有抓去關 對不起喔 我假消息 罰兩百萬 為什麼你知道嗎 現在不能做街頭投票了啊 不能做街頭投票耶 你有沒有聽過這種事情 為什麼 為什麼 說違反選罷法 蛤 說這叫違反選罷法 不能說明他 他家開的法院 他出去說哪一條哪一條 因為民進黨立法院多數執政 全面執政 所以法律都他們說了算 對 所以為什麼要讓今天 巧新施剛俗會進到立法院 為什麼 我們才能在立法院對抗這些惡法 對不對 絕對不讓他動手腳對不對 對 所以拜託大家 這是一場民主與專制的選戰 賴信德講的喔 我認同他 民進黨就是選專制對不對 對 這也是一場和平與戰爭的選舉 所以拜託大家 我們集中所有的力量 讓我們這些監督的戰將 讓徐曉青這塊鐵板 不是只是在在野陣營網路上當鐵板 把它送到立法院當鐵板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